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是没有意思是防备呢 疼疼疼 轻点 邦地先生 你的菊花线发言了 菊花线是个啥玩意儿 菊花线就是钢门线了 钢门线就钢门线 怎那么文艺个少 难道你不觉得菊花两个字格外假清新吗 瞬间提升了这个词的逼格有没有啊 你赢了 请继续 下面我就给你们科普一下关于钢门线的知识 钢门线是什么呢 钢门线就是与苗星人菊花紧紧相连的一对器官 它是一种退化的线体 形状就像两个梨形小球 在钢门壁上面各有一个开口 里面蓄积着钢门线液 那么这个钢门线液又是啥东东呢 钢门线液是钢门线的分泌物 是一种能帮助苗星人排便的液体 正常情况下成淡黄色或者浅棕色 这个菊花线到底有啥用啊 对苗星人来说 用说大人啊 一 识别身份 钢门线分泌的钢门线液 是动物发出的一种化学信息 还有身份认证的功能 所以苗星人占地盘时 就有可能在一些物品或者动物身上 留下自己的钢门线液 二 润滑肠道 苗星人在排便的时候 菊花周边的肌肉收缩 将钢门线液从钢门线内 液体压出来 能够起到日常排便防水 适应的作用 另外 我帮忙补充一点 当要是一直到惊吓 压力过大或者是紧张时 也会不由自主地释放钢门线液 如果蝉使官突然掀起 苗星人的尾巴 没准钢门线液就会喷射出来哦 菊子 这简直就是瞎屎了嘛 对不起 我说了 不过 邦比先生的菊花线 怎么会发炎呢 很明显啊 你瞅瞅这肚子 倒是因为火石太好了 你可别逗了 这跟火石能有啥关系啊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通常 钢门线出现问题的苗星人 基本都是佳喵 佳喵整天被蝉使官自号着 吃得好 运动少 对于佳喵来说 家中的食物脂肪含量过高 而佳喵本身需求有限 只能吸收食物中的部分脂肪 那么生意的脂肪就会随爸爸排出 因为爸爸中还有大量脂肪 所以佳喵基本不需要钢门线液的帮助 就能顺畅排便 长此以往 无用物之地的钢门线液 在机体内积累过久 又得不到清理 就会变成咖啡色甚至黑色的高状物 从而堵塞钢门线 所以佳喵一定要定期清理菊花线 那我咋知道啥时候该挤菊花线呢你 我免费加你个捷洽 以苗星人的菊花为中心 画出一个钟表 顺着四点钟和八点钟的方向摸下去 如果摸到两个小鼓包 就说明里面有积业了 那么是时候该给苗星人 积一积钢门线了 怎么积啊 是这么积啊 还是这么积啊 都不对啦 挤钢门线其实也是讲究手法的 用手在两个小鼓包处 轻轻向下安揉一下 然后由清即正的向菊花推 这时菊花就会有液体流出 而且反复几次 支持小鼓包部在明显为止 需要注意的是 挤钢门线的力量一定要适中 因为并不是越用力 就挤得越干净 如果太用力 反而会造成钢门线发炎 鬼小波 你刚说的那都是家喵 那野猫咧 可以说 菊花腺疾病 完全是家喵特有的富贵病 野猫野外生存不容易 听着好 能给点耗子了 麻雀了小鸡辣吃吃 运气不好 就只有吃土的份 所以别说脂肪含量高的食物 能有的吃就不错了 所以野猫不容易出现 菊花腺方面的问题 邦比先生 你可长点心吧 我听说菊花腺问题严重的话 还有可能使菊花周围 出现化膿性炎症 最终形成钢了 那个就要做手术哦 我还有救度 007我还没养够呢 又来 别担心 我帮你处理一下就没事了 不过以后 也要定期清理菊花腺哦 如果能减减肥 就更好了 那皮呢 要不要我帮你 我为什么温柔呢 超人猫 看看玩笑 我比这么认真呢 邦比先生 我们来吧 这么爽吗 好核心啊 这玩意烂眼睛啊 不想吞进我了 我要杀了 亲爱的城市观们 被虫种物语激发了贴对权能 难道你们有什么话想说吗 洪洪之力不想发现一下吗 只要关注有宠官方微博 便在置顶微博下留言 就有机会被有宠军翻牌子 听说越无的人心地越纯凉 获奖几率越大哦 一等奖 有宠家族公仔加推大波一名 二等奖 豪梁凹狗梁加单只公仔两名 三等奖 猛虫大礼包加有宠杂志三名 特等奖 有宠贝贝三名 活动详情 参加有宠官方微博